媒体报道,自从9月17日半,俄12-20军机被击落之后,俄与之间逆致在进行外交层面的沟通和谈判。 9月18日,俄军方法言人公开证,俄12-20军机虽然被续军S-200防控系统击落, 但实则为以军难俄12-20军机做掩护而导致被误击,因此以邦要负主要责任,对此俄方将不排除实施军事报复。 以邦见识不要情急之下派代表菲治莫斯科,与俄方进行紧急协商。 近日俄媒体爆料,为避免遭到俄方报复,以邦开出一个,让俄方无法拒绝的条件,对俄方出口高端无人机技术,并承诺提供军用级别的电子器件。 这一说法目前尚无得到以色列方面的证实,但美媒趁白宫,已经警告以色列这是在玩火。 近日俄方高官对外透露,目前俄方军用无人设备,技术比主流,技术落后,至少6到8年的时间。 而且俄方总体工业状况一直运行不佳,其无人机系统包括控制、通信以及其他相关高科技和中俄比等国家相比差距较大。 据俄军事专家预测,俄无人机目前的一个主要技术和产品渠道就是以色列,俄不久前还从以色列进口了一批无人机。 该专家还称,目前美国、中国和以色列,在无人机研发领域,保持在全球领先地位。 虽然目前俄有四家企业正在全力引发无人机系统,但受限于电子水平、其他大一体无人机和传感器等还有很大的差距。 前段时间已没报道,俄方目前并一个需求量,最大的就是电子产品。 俄格式武器目前急需升级,亦满足现代化战争的要求。 在该领域,由于西方的制裁俄方,目前只能求助于以色列,从以方获取现金的电子研发平台。 据俄内部人士透露,虽然俄方电子技术也十分先进,但是俄方碍于面子问题或某种不信任始终无法张口。 2018年年初,俄一家航空企业负责人声称,通过以方转让的无人设备技术,目前俄方已熟悉掌握核心要素,由此研发出了前上无人机设备,借助于以方提供的电子技术平台。 后续俄方将研发出更多型号和功能的无人设备产品。 据俄军方高观测,虽然以方承诺要给俄方提供先进无人操作技术以及电子平台,但俄国防不责认为必须先满足一个条件,那就是以方必须先交出肇事者飞行员。 对于一二二十军机被击落一事,俄军方相当愤怒,一度声称要对肇事方展开武力报复,俄方喜欢报复的强硬作风,让这方面丝毫不输于俄罗斯的以方已感到相当紧张。 专家诚,如果以色列无法满足这个前提条件,不排除以色列会出更高的价码给俄罗斯,以安抚俄罗斯的愤怒情绪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